啊 風景真好 Aloha 大家好 我是雞湯 今天呢 我要到外縣市去找一個朋友呢 就騎摩托車出門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是 在嘉義這個地方 有全台灣很大的水庫 在台南嘉義這邊呢 大家可能對台南的印象是老房子老街 那對嘉義的印象可能是阿里山 但是其實如果你走入台山縣呢 往內山公路這樣一走 其實有很多漂亮的風景 今天我騎摩托車呢 我隨身就沒有帶我的側背包 我就用這個後背的雙肩小背包啊 跟大家介紹分享一下 這個是我很喜歡的琴袋品牌Fusion 它所出的配件包 這個配件包的本意呢 是用這個魔鬼毡呢 去扣在它琴袋都會有附的四個扣子上面 用這樣子呢 去增加它的置物空間 或是擴充它的置物能力 不過我實際上在使用上覺得 這樣子並不是很理想 因為呢 你會增加上去之後 第一個重量會太重 第二個就是厚度會太厚 厚度太厚就是你原本已經有一個琴袋的厚度了 現在又多了一個外擴背包的厚度呢 你在逛街的時候 你在搭車的時候 你很容易就會一轉身 就撞到人 撞到別的東西 所以我並沒有很建議 這樣子去使用這個配件包 但是呢把它當作日常生活中的 一個小包包來使用呢 我覺得這個態度還是很好的 因為一拿出來之後 這個是音樂人 那當然不是音樂人 也可以用了 這個包包呢 分成兩層 我們先看外層的造型 它有底部的這個緩衝泡棉 跟防撞的這個緩衝條 這可以給它一個底部的保護性 有時候你在裡面裝一些器材也是還不錯的 那接下來我們看第一個拉鍊夾層 第一個拉鍊夾層呢 我們首先看到這個反光的logo打開來裡面呢 是分成蠻多功能性的 這Fusion一貫的設計 這個是我覺得很喜歡的地方 首先它這個布是有一定厚度 並且有一個薄薄的緩衝泡棉 來保護你裡面的東西 一個拉鍊的網帶 通常我會在裡面放指甲刀啊 小剪刀或是一些錯刀之類的 接下來有分成一個小隔層 我通常會在這裡放一些名片 或是一個像是這種充電頭 充電線小東西可以收納 然後有一個大的這個夾層 我可以在裡面放各種我需要放的東西 像紙巾啊 餐具啊 甚至我會怕熱就放了一把折扇 那你看喔 折扇比較長 但是它後面有空間可以延伸過去 這個空間呢也是可以自由運用的 這是Fusion很好的地方 它並不會把這個帆布做得很硬 它會讓你有這個彈性的空間去使用 那深度方面也是可以插進一整隻手的 所以你還可以在裡面放個小手帕 插插汗 然後放在前面這樣子是OK的 它跟中間的隔層之間呢 會有防水的夾層 所以呢不用擔心會彼此去影響到 接下來我們打開看一下 整個主要空間的夾層 喔 你看我今天帶了什麼 我今天帶了一個小把的烏克利利 然後我今天呢帶了一些配件 那這個呢都是可以輕鬆的放在這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喔 如果把這個東西拿出來 它裡面的設計是怎麼樣呢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呢 它有一個網帶在整個大的對面呢 有拉鍊跟網帶你可以放一些你想要一眼可以看清楚的這個文件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夾層 這裡面的這個布局呢 有兩個小的錢袋 你可以放一些需要分隔的東西 再來呢有一個中袋 還有一個大的這個底袋 深度呢都是一樣深 都是直接到底的 所以它深度一樣到底的情況下呢 你不用擔心說這只能放淺淺的 沒有 它可以放很深 然後這也是可以放很深 好 據我的實測呢 你可以放個iPad什麼的都沒有問題 然後這放筆電也都沒有問題 這邊還有一個魔鬼毡呢 可以把它固定一些你需要固定的東西 好 這個就很方便 OK 那我們可以把配件都放進去 然後呢 可以把它拉起來 後面這邊就要講啦 這個是什麼呢 雙肩的透氣背帶 長時間背負呢 也會覺得很輕鬆 這跟Yurban琴帶是一樣的設計 然後這個背後做了兩層 中間有防水層 就是你的汗呢不會透過去 它背後這邊是有油布 這個是有防水作用的 所以你在背的時候會有些汗嘛 它不會透過去 那這個深度很深喔 你仔細看 這麼深 你可以放個折閃啊 飲料啊 或是你要放個這個書本 都是可以的 然後最後呢 你把它背起來 還可以扣上胸扣 扣上胸扣就是你在騎摩托車的時候 就會比較穩定 它有這個胸扣啊 然後扣起來的時候 欸 胸扣咧 在這裡 胸扣扣起來 像我今天騎摩托車的時候 就很不用擔心 這個背包會一直被風往外吹 或什麼之類的 你平常要去健行爬山什麼的 它也很方便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實用的設計 當然Yurban系列或是Premium系列 它會有腰扣 但作為一個配件包的定位來說 它沒有腰扣也是很合理的 好 那現在呢 我們這包包講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把小琴 我們接著看這個小琴啊 這個是今年呢 我到上海樂器展的時候 在訪問Tom的這個攤位 然後他們送給我的一個紀念品 這個上面有寫 這個是今年的上海樂器展限定 雖然這個型號應該是他們有生產的 這個型號叫做T3 那這是一個總長17寸的這個琴 它的尺寸應該算是 叫做什麼Pocket Soprano 或是什麼Body Soprano之類的 Baby Soprano 那原本呢 它的這個旋鈕呢 是封閉式的旋鈕 重量會比較重 現在要把它換成勾頭開放式的旋鈕 重量輕了很多 說到這個封閉式的旋鈕 在上面蓋那個蓋子的 很多人會把它叫做什麼油壓式的旋鈕 在這邊要糾正一下 其實這就是個封閉 它把封閉起來 裡面有一些潤滑油 比較不會跑黑塵進去 比較不容易氧化這樣子 但是缺點就是它的重量比較重 現在我換這種開放式的呢 它的因為精度好 材料也好的情況下 還可以不用太擔心 這是一個面單板的 應該是非洲桃花心木 然後側背板 等一下 側板好像 側板應該是盒板而已 背板看起來是盒板 但面板是單板 然後這個琴橋感覺上不是 好像不是原木 比較像是 類似科技木的這種複合材料 我相信這是一個耐厚性會比較好的選擇 那這個琴呢 搭載了Tom新的logo 還有新的一個視覺設計 我覺得換上我的開放式旋鈕之後 這個重心來得更加的平衡 不會說頭重腳輕 那拿出去再玩也很牽翔 那它調弦呢 我會把它設定到比較高的音高 因為它的弦張力如果用一般的Soprano弦張力會比較低 所以我覺得把它再調高幾個音就會比較適合 好 好 好 這聲音很響亮 因為它的琴的統聲很小 所以它反射出來的速度很快 它會有那種很傳統的 烏克利的那種 就是所謂的統聲的聲音 這個聲音會讓人覺得就是 很俏皮 那我覺得也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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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現在因為沒有用調音器去調它 所以我調的是大概的相對音準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音準其實如果 現在我調相對音準 然後我們來看看它的音準怎麼樣 音準其實還OK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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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完全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 不在意发出声音的人 那你的背包里面 想要有一个这样的琴 或者你车上想要有一个这样的琴 我觉得是很不错 当然啦 做这种小琴的厂商很多 那我觉得呢 也各家呢 做的其实也都不会太差 以现在的技术的水准来说 那这一次刚好有机会 拿到这个Tone 给我们的这个小纪念品 我们就在这边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同时也有这个小包包 那现在呢 太阳已经出来 就还有点晒 你看我都流汗了 我就准备要继续出发了 虽然说现在定点下来 晒晒阳会流汗 但是骑上摩托车呢 在山里面呢 还是很凉快的 背上我的小背包 那我们就继续 看一下水库的风景 然后继续出发 哦对了 这个背包还有一个 让我觉得很好的地方就是 今天如果这个背包里面装的东西 重量有点重的话 它这个提把 是不会变形 它是印象 是橡胶但是它不会变形 就是它耐重 然后呢 内部呢又是输压的结构 所以提起来就会比较舒适 有时候里面装的笔电啊 平板什么的重量会好几公斤的时候 其实提这个提把就会很好 有的呢提把会太硬啊 握起来就反而会有点负担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 我觉得这个背包很不错的地方 介绍给大家